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母爸妈呢,经常带我去中山,去中山温泉 我们那个时候呢,要先从香港出发一个小时坐车到澳门 再转车到珠海特区,再过关,再转到东山 所以从香港去中山呢,基本上要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但现在啊,我带我自己的孩子去中山呢 很快六月份呢,之后呢,就不到一小时就肯定到了 所以我觉得约港澳大湾区规划,或者约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啊,这个举动啊 真的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习惯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一上台 就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做了生动的例子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五年来 湾区十一个城市都发生迅速转变 霍启刚表示,这十年来真正感受到湾区的融合 硬件接轨了,文化的融合也在加速 除了霍启刚,包括港澳台各界代表在内的近百名与会人士齐聚深圳 5月24日,2024年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人文湾区基域湾区分论坛在鹏城举行 各界人士畅谈人文湾区的历史渊源与身后底蕴 共化基域湾区的独特优势和无限未来 霍启刚表示,正是有了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粤港澳三地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融合才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对我来讲,印联通政策促进以后 我们更加需要以文化交流合作这样的形式 去巩固融合得来不易的成果 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化认同 新晋威武集团董事长兼CEO何尤军则表示 大湾区九世与港澳文化同根同源 方言相通,饮食相宜 对港澳青年有天然的归属感和吸引力 大湾区的机遇涌动 营乡的环境更是一流 创新创业的资源齐存 港澳青年要用好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的平台 通过平台提供的便利 积极的投身大湾区的发展浪潮 大湾区九世与港澳文化本身同根同源 是港澳青年赴内地创业的最佳选择 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 台湾著名作家杨渡也参加了本次论坛 他表示,传统文化方面 两岸民俗、信俗文化血脉相连 蕴含着共同价值观 而在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化上 即便是在当下 台湾的年轻人也会自主地寻找 他们所喜欢的大陆文化作品 他对两岸青年人的文化交流并不担心 年轻人的文化特别在网络上 他们很自在地就自动交往起来了 电视节目里面也放大陆剧 然后年轻人也会看大陆的网络的电视 包括他们的偶像团体等等 就很有趣 所以我是觉得它可以让更开放一点 让更多年轻人他们可以自主去追寻 我觉得年轻的世代很喜欢自己去找 他自己去找他就会自己喜欢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找 那只要你开放一个环境 让他们自动去交往起来 那我觉得会慢慢改变